好 来看到的是新闻重点 持续聚焦的是社会话题 这个是呢 屏东的满洲乡 有地方的庙宇在进行绕境的时候 某一个叫班的人员入庙时 不慎碰到了另外一间庙的叫感 结果呢 双方发生了推挤冲突 最后直接居然在神明面前 互殴 真的太大胆了 好 另外呢 在高雄的凤山 建筑工地分配施工的时候 有四名水电工起了口角 双方当街全打脚踢 最后通通都被带回警局 依照社维法移送法办 扛着七彩霓虹灯的神教 红衣队伍突然转换方向 没想到穿黑衣服的一群人 瞬间抓狂 冲上前推挤还不够 下一秒竟然直接在神明面前 挥拳很揍 上演真人格斗 原警火速挡在中间 但双方情绪越来越激动 隔空大声互呛 设法在屏东满洲乡 地方进行庙会绕性活动 同意叫班要入庙时 不声碰撞另外一间庙宇的叫杆 双方引发推己纠纷 最后轿子都不管了 先打再说 本分局已初步掌握相关涉案嫌犯 目前由专案人员 积极将涉案嫌犯带回侦办 双方虽互不提告 但警方仍依设違法裁罚 而同样激烈场面发生在高雄凤山区 两名男子走到马路中央 动手拉扯谁也不肯罢休 没想到其他人也失去理智 当街全打脚踢 路过车辆全被吓坏 原来四名打架男子 都是工地的水电工 当时进行工作分配时 双方起口角增值 进而暴力互殴 事后双方不提伤害告诉 警方依社会继续维护法 第87条互相都还请裁罚 有话不好好讲 硬要动拳头拼输赢 实在让人直摇头 接下来杨超纯关于综合报道